一年七日在灣仔會展舉行的書展 在今日下午結束 大會表示有超過98萬人次入場 是歷界之冠 不少參選商都趁最後一日減價 縮銷貨品 有參選商代表說 今年的人流和銷售額都較往年有所增加 我也有比去年 因為去年有颱風 今年天氣很正常 我想都有增長10至15% 另外有不少斯文稱完書展的 最後一日到場掃貨 當中有人是看了目標 留袋金是出的 買了都是兩本關於設計的書 其實是有特定目標還是 有一本是有特定目標的 有一本因為價錢可能現在有點下跌了 就買了 也有人今天才來到 可惜他們未能夠買到心頭好 換了東西 因為我們是最後一日來的 現在是最後幾個小時 有啊 一些很關於科學的書 但現在行不到了 因為太散了 不過他們也希望下年可以再來 有什麼想買呢 聲鐘那些東西 還有自己想買的書 還有有特價 香港天樂記者 雲仲熙報導 香港天樂記者 雲仲熙報導 香港天樂記者 雲仲熙